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香港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波音空客痛失390亿合同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2018年5月9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 将会在10号凌晨2点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迎接被朝鲜政府释放的三名美国公民 特朗普当天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朝鲜问题上给予了具体的帮助 特朗普还表示将会在三天内 宣布美朝峰会的时间和地点 并排除峰会将在朝韩非军事区举行 特朗普9号在白宫表示 三名被朝鲜政府关押的美国公民返回美国 是非常特殊的时刻 他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感谢 特朗普特别指出 在两天前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提供了具体的帮助 他对此表示感谢 我想谢谢总统 Xi 他两天前很特别的帮助 中国的总统 Xi 中国也非常帮助 我们跟中国业务联系 他们做得不错 因为他们帮助我们 我想他们可能做得更好 因为他们帮助我们 但他们真的帮助我们 北韩国的总统 我们感谢总统 Xi 特朗普还宣布 将会在三天内宣布美朝峰会的时间和地点 美国公务卿蓬佩奥在结束对朝鲜大约13个小时的访问之后 表示访问非常富有成效 目前美国与朝鲜计划举行为期一天的美朝峰会 如果需要也可以延续到第二天 凤凤华卫视 《访问邮报》报道财长姆鲜已确认 波音和空客向伊朗销售飞机的许可证将被撤销 商用飞机部件和服务的销售许可也将被取消 姆鲜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影响到所有主要行业 非常强大 强调这些制裁此前很有效地将伊朗拉到了谈判桌上 他表示将会发放一些豁免但没有透露具体对象 波音在2016年12月同伊朗航空公司签署协议 向其销售80架飞机价值约170亿美元 承诺在2017年到2025年间交付 另外波音还向伊朗阿塞曼航空公司出售30架飞机 价值30亿美元 目前尚未交付 波音副总裁约翰·德罗发表声明称 将同美国政府磋商下一步行动 继续遵从政府的领导 分析指出 由于737飞机订单的积压 失去伊朗订单对波音影响可能不大 另外由于法国空客有超过10%的飞机部件 来自于联合技术 罗克维尔克林斯 以及通用电器等美国公司 因此也将受到美国出口限制的影响 同样在2016年12月 空客和伊朗签署协议 向其销售100架飞机 价值约190亿美元 迄今已交付三架 是伊朗23年来收到的第一批新飞机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介元 华盛顿报道 下月5日的加州初选中 旧金山将展开市长补选 选举结果很可能再度创造历史 七年前旧金山选出了城市历史上的 首位华裔市长李孟贤 这次补选 当选者很可能再度打破历史 由于李孟贤去年底骇人辞世 这次选举中没有连任者参与 导致竞争激烈 43岁的非洲裔候选人布里德 在旧金山长大 儿时历经磨难 如果当选 他将成为旧金山首位非洲裔女性市长 40岁的金真言是南韩移民 如果当选 将成为旧金山的首位亚裔女性市长 66岁的李诺 上世纪70年代搬来旧金山 是同性恋 如果当选 将成为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市长 目前在所有候选人中 这三位民调最高 市长宝座历来是进步派与温和派候选人之争 这三位候选人都是自由派的民主党人 三人都号称为劳工阶层和少数族裔争取权益 力挺庇护非法移民政策 温和派的布里德 则被视为与商界关系密切 而金真言和李诺同属进步派 湾区NBC电视台报道指 未来新市长将要接管一个分裂的旧金山 因为过去十年高科技的蓬勃发展 将旧金山分裂成贫富两个世界 露宿街头者的帐篷和粪便随处可见 堵塞的交通 汽车分分钟会遭遇破窗盗窃 让驾驶人都无可奈何 房屋的中间价已经飙升到了130万元 不但低收入家庭被逼走 很多中产阶级也无奈搬离 几位候选人必须在住房危机 无家可归者和生活品质等尖锐问题上表态 取得选民信任 房航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夏威夷基拉维尔火山喷发火动目前暂缓 当地居民们纷纷驾车穿越硫磺云密布 分布裂缝的街道 在火山再次喷发前回家抢救家当 自1983年以来 基拉维尔火火山几乎就一直处于喷发状态 但5月3号 该火山开始出现一连串大规模喷发 熔岩高达90米 还从裂缝喷出致命火山气体 索性至今人未传出 人员丧生或重伤案例 截至目前已摧毁35栋房屋 受灾地区的街道裂缝还在冒出蒸汽和二氧化流 由于火山裂缝缓慢向东蔓延 威胁到在此之前还是安全的地区 因此夏威夷可能会对新的区域进行疏散工作 夏威夷火山观测站在网站发表声明表示 火山喷发目前只是暂时停止 随时都可能有喷发更多岩浆 产生更多裂缝的可能 新泽西州长莫菲 星期三签署法案仍是各州 各个大学不问学生移民身份为他们提供本周财务资助 因此新泽西无证移民大学生获准缴纳本周学费 前共和党州长克里斯蒂早在2013年 就允许在新泽西长大的无证移民 按照本周学生的标准缴纳高等教育学费 民主党州长莫菲将那一措施再推进一步 仍是符合资格的无证移民学生得到资助 已经申请合法移民身份的学生 最早在今年秋季就可以得到资助 新法案上个月以49比24票 在众议院得到通过 三月在参议院则以27比10的票数得到通过 新法案的支持者认为 这是帮助新泽西低收入大学生上学的又一措施 让那些有报复的学生上得起大学 轿车软件公司Uber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8号宣布双方签署了第二份空间行动协议 正在推进城市飞行出租车的项目 Uber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Uber将向美国宇航局共享飞行汽车 共乘网络的概念计划 并将于2020年开始进行模拟 美国航天局则帮助指导制定行业标准和法规 美国宇航局计划使用 其在达拉斯沃斯堡机场来模拟航班飞行 并分析这些飞行行动的交通碰撞报告 并已经考虑在拥挤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中 增加车辆可能出现的操作安全问题 这些汽车从技术上被称为垂直起降汽车 具有未来化的外观设计 看起来更像是直升飞机 但是Uber认为其比直升飞机更安全并且便宜 2016年Uber公布了开发电动飞行汽车的计划 改善城市交通 缓解拥挤并提供可负担的交通出行 宇航局随后也宣布与Uber合作 为飞行车队开发空中交通管理 据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 全美的事业人数与职位空缺人数已经达到了1比1 3月份职位空缺增加47万2000个至655万个 创下自2000年12月以来的历史新高 大幅高于预期的607万2000个 职位空缺最多的行业是建筑业 该行业3月的空缺职位上升了三分之一 达到24万8000个 此外教育会计零售酒店餐厅 行运和仓储行业的职位空缺也在增加 与此同时 美国3月的失业人数为659万 这意味着失业人数与职位空缺数量比为1比1 显示出就业市场逐渐趋近 自主离职率持续上升 将对薪酬造成一定的压力 就失业率降至近18年来新低的同时 劳动参与率也降到了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上个月为百分之六十二点九 预示着美国经济增长可能会迎来劳动力荒的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九号在东京 为到日本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举行晚宴 宴会桌上摆放了中国国旗图案的鲜花 李克强和安倍晋三步入晚宴场地时 现场响起掌声 安倍在致欢迎此时 首先用中文说出晚上好 他说过去四十年 日中贸易总额翻了六十倍 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 现在日本对华投资超过一万亿日元 并有超过三万家日本工厂 为中国提供大量就业 世界两大经济体的联系是不可或缺的 李克强在致住酒瓷时 就提议为中日的共同利益 为中日的和平 友好合作事业再启航干杯 受到美国制裁影响的中信通讯 九号发出最新公告 表示受美方拒绝令影响 公司的主要经营活动已经无法进行 但公告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 只表示目前公司现金充足 会积极跟美方沟通 推动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中信目前已经在官方渠道 停止销售智能手机 而原定于本周五举行的 中信年度股东大会也被迫推迟 截至目前 中信天猫官方旗舰店的页面显示 网站改版中 所有商品链接已经消失 中信深圳总部的直营店 也下架了全部商品 不过部分通信运营商 仍在销售中信产品 但据相关人士表示 库存已经所剩无几 港交所今年首席盈利大增 接近五成 金额创下有揭露以来最高 港交所公布 截至今年三月底为止 股东应战毅力 为25.62亿港元 按年增长49.3% 期内收入和其他受益增加 超过三成六 达到41.5亿元 创季度新高 主要由于现货市场成交 及延伸产品市场成交量增加 带动交易及结算费大幅上升 以及新上市证券数目增加 使港交所上市费上升所值 港交所又指 尽管踏入二月份 各主要市场都见显著调整 加上美国调起贸易战的风险升温 但首季日均成交1461亿元 按年增加九成七 是2015年第二季度以来的第二高 期内护港深通的总收入及其他收益1.72亿元 按年上升1.29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财经方面 美股周三收高 道指连续第五个交易日攀升 能源和金融类股领涨 市场仍在观望 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 并重新实施制裁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三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三早时高开之后 随后一路小幅下跌 接近收盘之前三大指数又平稳上升 那么收盘时都是量力上升做收 标普500指数和纳萨克 综合指数升幅在1%左右 那么当天值得投资人高度关注的 主要是能源的股方面的消息 石油价格出现大幅上升 纽约商品期交所清田 由六月份的发货合约 冲上了七十一美元一桶的高位 那么市场认为 主要是两方面因素造成 一方面是特朗普总统宣布 美国这出一个协议 引发投资人担忧地缘政治方面的 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也是在周三公布的 美国石油库存 上个星期以外下降两百二十万桶 所以人们认为 在夏季驾驶用油高峰期的时候 由于多种因素 市场会产生供不应求的格局 另外石油价格出现大幅上升 是对美国十年常债收益率 也造成了推升动力 一举又冲上了百分之三 人们认为石油价格上升 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那么这两种现象 接下来对金融银行类股 则有正面的支持 因为是利率上升的话 对银行类股的业务 将会增加收入的潜力 但是在当年表现比较弱势的 则是沃尔玛公司 是道质当中最差的一个个股 主要是该公司表示 将会出巨资收购 在印度的最大的一个电商 所以不被投资人看好 它的前景 在星期三 透露投资人的跑远 总来说市场在 星期三十多方面消息 影响市场走势 早是高开低走 三大指数在收盘时 均以上升作收 以上是星期三情况 风后会是旁哲 纽约报道 下面让我们来一起关注 世界各地的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区公众方面 美国亚美体育总会 第七届理事就职典礼 日前在南加州柔斯密市举行 国会议员赵美心 加州参议员周本利 及民选官员等到场祝贺 超过四百位来宾 欢聚一堂共襄升局 第六届理事会会长罗明和理事长徐雄刚 获得连任 王转利担任新一届主席 他表示将继续带领亚美体育总会 举办多项活动服务民众 希望年轻人 他们有一个正常的体育运动 来增强 资深的指数 也可以帮助他们 有了好的体魄 美国亚美体育总会是一个 以提升华人体育 与发展体育事业为目的的组织 十多年来经常在南加州 举行各项体育比赛 并且派出篮球队 羽毛球队前往中国香港 海南 越南等地参加比赛 交流经验 并促进各地华人的了解与友谊 获得了各地华人的高度肯定 风凰卫视 北极星传媒集团日前于帕萨迪那市 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ENT区块链技术 在全球娱乐事业上的应用 希望大家运用先进的科技理念 共同推动娱乐业的发展 根据北极星传媒集团CEO周平博士的介绍 ENT区块链技术在全球娱乐事业上的应用的一个首要目标 就是打造一个国际互联的崭新的娱乐企业 目前正在推动ENT娱乐币 这是纯粹发放到处理区块链娱乐企业的代币 他们将完全依照各国政府规定的法律 并履行公平 公正 健康 生态和平衡的娱乐理念 来服务各国会员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战略一些公司 也是我们名下的一些子公司 那以后我们的娱乐币就是在未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是我们的出口 阿波罗娱乐集团CEO辛迪曾表示 该公司是一家综合影视娱乐文创产业的媒体集团 每年开展三项大活动 也很高兴好莱坞金公司跟集团一起合作 因为他们已经注意到亚洲市场 现在非常的strong 所以他们也积极地在找寻一些各国族裔的 各年龄层次的艺人 据介绍 阿波罗娱乐集团已经买下许多筷子人口的剧本 计划在华人区修建一栋可容纳5000人的豪华生光剧院 及剧院立体停车场 并计划在加州成立影视才艺 动画制作培训学校 培养美国主流市场所需要的人才 凤凰卫视实际记者航地洛杉矶报道 美国华人政治联盟5月9日上午在美国国家电视台举行记者招待会 参选人众多竞争激烈 美国华人政治联盟会主席庄春慧表示 今年最受瞩目的是加州州长职位选举 目前已经有12位候选州长 加州财务长江俊辉是唯一的华裔候选人 联盟将大力支持 此外联邦参议员选举39区最为激烈 候选人多达17位 参议员赵美新 周本利将争取连任27区49区参议员 过去十多年来 美国华人政治联盟背书支持候选人中 已由9位脱颖而出 此次背书人选中也有新面孔出现 尔湾市议员候选人孙立青首次参加公职竞选 沈佳琪竞选29选区议员 曾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法学博士学位 在现场就如何解决犯罪教育医保的观众提问 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航地洛杉矶报道 在5月份母亲节就要到来之际 施言力养生会所在迎来周年庆的同时 也举办了一场回馈社区的母亲节感恩活动 母亲节快乐 当日下午 河桃市市长苏王秀兰也抵达现场 与嘉宾一同庆祝 会所的创始人乌素斐与员工一起 将特别准备好的康乃馨 献给当日进店的母亲 传达对母亲最真挚的祝福 何涛市市长苏王秀兰也对此次的活动 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世上只有妈妈好 母亲的伟大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用原意来述说 那亲爱的爸爸们 我想最好的礼物 亲爱的孩子们 最好的礼物 就是把妈妈们送到这个施言力来 让她 让你的妈妈变得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母亲之一 与此同时 当天也是施言力美颜养生会所的周年庆 吴素斐还专门介绍了5月份 献给母亲们的一系列优惠活动 其中包括当天免费送出的面部美容卡等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林汉勤 洛杉矶报道 佛教慈祭基金会美国总会 将于5月13日举办庆祝佛诞日 母亲节 举全球祭祠日的三合一的御佛大典 届时活动还将包括亲子活动 社交课程体验 少林武术表演等精彩内容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우�盛 好了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